诗篇第一篇 善恶之教比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暂聚人的道路 不助舍万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就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伙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度人并不是这样 乃象康比 避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各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 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各人的道路却必滅亡 包终结 诗篇梯著 第一篇 君子与小人 一 题目 树与康比两条道路得福与 滅亡善人和恶人的比较 二 作者 不明三 大纲 义人如河 一至三折 二 乐人如河 四折五折 三 义人与恶人的结局 六折 四 忠心折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就也思想 这人便唯有福 二折 或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乐人的道路却必滅亡 六折 五 小人 这一篇没有标题 亦非特指某一人的情况而言 那行促着一些永久性的真理 并不因时代而有区别的真理 至于他的写作时其和作者的名字 都不能确定 这一篇在诗篇的头一篇 最篇 好象把传书的宗旨善明出来 这一位诗人要教训我们 哪一条是得福气的门路 并表明乐人如何灭亡 从一篇看来 哪像全部诗篇的总题 正如神借着这一个题目 向人设立了一个大讲座 向人呼唤着 怎样可以走上被赐福的道路